人世间有四梁八柱12位时的演员 四梁是周家三兄妹及秉坤的妻子郑娟 八柱就是周福周摩等其他举足轻重的支线人物 剧组在挑选四梁的演员时十分顺利 因为雷佳英 宋佳 樱桃都觉得 人世间这个剧本太好了 好到他们都不敢和剧组谈片酬 几个人私下约定拍戏第一 片酬第二 就为了不错过这部好戏 但等到了选八柱的时候 导演三姑毛路都请不来萨日娜 张凯丽 黄小蕾之三位演员 宋佳见此主动替导演游说 她对萨日娜和张凯丽信心十足地说了一句 有意思 角色可以结 这才让两位老前辈出山拍戏 而宋佳的话之所以这么有说服力 是因为早年间她在闯关东的剧组里的表现 让老演员们都坚信她是个有品格的好演员 闯关东这个剧本一开始被许多人瞧不上 但当时才27岁的宋佳看完全来劲了 她毛遂自荐要出演仙儿这个角色 可经纪人却坚决反对 因为那时宋佳刚凭借好奇害死猫 成为了性感女性的代表 只要卯足了劲儿漏肉 热度和资源肯定一飞冲天 但比起热点明星 宋佳更想当一个风格多变的演员 她把自己的性感都包裹在棉袄之下 她饰演的仙儿后来成了土匪儿当家 拍戏的那几个月 宋佳就真的像个男人一样 在冰天雪地里和一群操汉子 啃馒头搅冰茶 天天跟这帮老爷们在这放饭的时候 吃那种比如说碎粉条 因为它是保持着热乎的 然后听见现场四五十个群众演员 就听见 就是都是这种声 我就跟他们天天混在一块 然后把自己扮上之后 也没人觉得我是演员 后来闯关东在一众主创的努力下 成了现象及大暴剧 不仅剧组里的老戏骨 认可了宋佳的敬业和专业 全国上下的观众也给出了高度好评 就是我在逛超市 然后两个阿姨在那说 快点快点回家看闯关东 然后她也看 又仙儿 就是那种 她完全不知道我是谁 她可能都不知道我的名字 但作为演员 你的角色让观众记住了 那我觉得演员这一刻 就最爽了 然而 好不容易凭借正面角色 打开了知名度 宋佳的感情生活 却差点毁了她 而这段感情 还让她差点称为 张若云的半个妈 我没有想要 我看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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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